大家好,歡迎回來餵食VR在英國 上兩條影片我們都在講教育,是一個很serious的話題 所以這條影片我們講一些輕鬆一點的東西,就是英國有什麼地方好玩 早前我就跟Valerie去了一個兩日一夜的road trip 兩日分別玩了兩個不同的地方 這條影片就先介紹了第一個地方,就是Long Leach Safari Park 動物園 要留意,這個不是一個普通的動物園 那幫它響響多,這個動物園開業於1966年 是非洲以外全世界第一個drive through 野生動物園 怎樣?打不打招? 這個Safari Park 真的很多東西看的,是尤其適合一家大小去的 那這條影片就讓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動物園 要留意這個動物園現在聖誕有個季節限定的Event 叫做The Festival of Light,是很棒的 那我們稍後也會介紹一下是什麼 這個動物園被分為三大園區 第一,Safari Drive Thru 第二,Main Square 第三,Long Leach House and Grounds 首先介紹了最主要,也是它最出名的Safari Drive Thru園區 這個園區就是你自己開自己的車進去看動物園 它是非常 user friendly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有一條單程路給你的車走 保證你不會當失路或錯過任何動物園 最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覺得這隻動物很有趣很可愛 想仔細看一下動物園 你是可以停車在這裡看舊皮才走 這個Safari Drive Thru有標準動物園有的動物園 馬、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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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不過它最吸引的地方就是這些動物全部都沒有一個龍關著他們 牠們是可以走去你車到跟你說說你好 當然,它的安全守則就是如果是胸漫的動物 例如獅子、老虎和豹 你就不要愚蠢地打開你的車的槍 伸出手的槍讓牠丟來 喂,如果沒有開車怎麼辦呢? 可以坐到Safari Bus Tours 就是你自己駕駛,你坐巴士進去Safari Drive Thru 巴士司機會沿途講解動物 要留意,這個Bus Tour是有個額外收費的 就是八房一位,大人小童同駕 還有就是這個Bus Tour是不能提早預訂的 先到先得,每天只有兩個出發時間 分別是早上10時半和下午1時9時 會在我稍後會說的Main Square原區集合 這個Bus Tour我幾年前加入過 我的結論就是司機講解得不錯 但不要的地方就是巴士的窗戶是多髒 和開不到的 即是如果你想拍動物的話會差一點 在下一個原區之前,我再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如果你是開自己的車進去的話 千萬不要進那個猴子山 因為那些猴子是會破壞你的車的 像這樣 那你入猴子山之前是會有條路 讓你去bypass這個猴子山 那大家現在懂得做 Unless你想欣賞那些猴子怎樣破壞你的車 好,下一個原區 Main Square Main Square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普通動物園 你在停車場拍好車,然後就走進去玩 那它有幾個展區讓你走進去看不同的動物 比較特別就是它有樹熊 Koala看 這個原區要特別介紹兩個attractions 第一個就是Jungle Cruise 那就是你坐上一個真的船上 那船就會在一個湖裡走 那你會在水裡見到河馬 海獅等等在水裡生活的動物 那也是保證你會見到這些動物 因為工作人員會即場在你面前餵牠們 那我記得在武漢肺炎之前玩這個Jungle Cruise 工作人員甚至乎會給你付錢去買那些食物給你自己餵牠們 不過現在就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工作人員全程都有講解 所以整體experience相當不錯 第二個要介紹的attraction就是Longlead Railway 那要注意這個Longlead Railway在聖誕的季節是不開的 因為它是拿來做一個叫Santa Train Experiences的東西 這些限時的東西我們待會再說 不過平時的Longlead Railway就是讓你坐上火車 然後火車就會走牠們的樹林 讓你在火車上看動物 那都挺過癮的 我可以保證小朋友一定會喜歡 不過很抱歉我們沒有Longlead Railway的影片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是聖誕季節去的 順帶一提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是那些動物權益關注人士 你可能會問那些動物飽不飽?夠不夠吃? 那我就幾肯定牠們絕對夠吃的 你看看牠們 那些食物是多到吃剩的 會是牠們吃的賣那些 就會可能大顆我和Tesco買到的 最後第三個園區就是Longlead House 不過正確講它其實沒有一個園區 是純粹一間歷史悠久很大的一間房子 那這間房子有甚麼特別呢? 就是它是Marquis and Marchioness of Bath的屋 裡面就有很多那些很大幅很漂亮的油畫看 還有那些歷史很悠久的傢俬和裝飾 我個人不會太建議大家去浪費時間看這間屋 因為類似的屋英國真的很多 有興趣這類東西的觀眾 我會推薦你做英格爾貴和National Trust的會員 這兩個機構就有很多類似的屋給你看 例如前手上優格爾的屋子Chartwell就是屬於National Trust 不過英格爾貴和National Trust 就等我們之後有空再拍另一段影片 是專講這兩個機構的 我幾年前就進去這間Longlead House看 不過真的覺得很普通 講這個動物園季節限定的東西之前 就等我講一下它的位置、收快和開放時間 Longlead是在Barth的南面 聽起來很遠但由倫敦的M25開車過去 都只是過半小時車程 就算是住倫敦的話 day trip是絕對好行的 收費方面它不便宜的 16歲以上成人40-45磅一位 小童30-33磅一位 如果想著經常去的話 可以考慮 annual pass 成人100磅 小童就75磅 要留意的就是它的開放時間 因為它夏季就差不多每天開的 但是冬季就可能只是周末開 或者甚至是不開的 在這裡給大家三個提示 就是去之前一定要上網訂票 因為它是可以賣完一天的票 令到沒有票的人 當天去到是摸門釘的 另外就是可以考慮自己帶午餐進去吃 因為裡面的東西是又貴又難吃的 最後就是不要因為去那天下雨而掃興 因為我們那天去都挺大雨 但是動物似乎都挺享受下雨 不會因為下雨而躲起來 最後就是要講一下現在聖誕季節限定的 The Festival of Light 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就是剛才也提過一下 它將Longlead Railway 變成了這個要額外收費的Santa Train 這個Santa Train我不詳細說了 因為第一我們沒有去到 第二就是今季Santa Train的票已經全部賣光了 基本上它就是你坐火車去見聖誕老人 小朋友就會收到禮物 大人就喝杯熱朱古力和吃個mince pie 第二部分就是Enchanted Christmas Tree Show 就是有一棵20米高的聖誕樹 然後就在上面有個環彩永香光的Light Show 也挺有氣氛、挺好看、挺浪漫的 最後第三部重頭戲就是The Wondrous Worlds of Rodeau Rodeau是一個很有名的英國童話故事作家 但是說個秘密給大家聽吧 小弟PhD都讀完 但其實我是很討厭看書的 相反Valerie就很喜歡看書的 所以這個Rodeau的Wondrous Worlds我就交給Valerie說了 我很喜歡看書? 你說笑嗎? 不過說開又說 我記得小時候小話的時候 唯一看得下的英文書就是Rodeau的小說 Rodeau是一個著名的英國兒童小說作家 他很多故事都被拍成戲或者音樂劇 例如The Big Friendly Giant, The BFG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和Matilda等等 這個The Festival of Rodeau用了很多巨型燈籠 去描述Rodeau最出名的幾套小說 跟大家一起看看吧 晚上一到就看到燈籠著了 大家看到的就是The BFG裡面的巨人 之後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他出名到被拍成兩部電影 分別是1971年的 Willy Wonka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和2005年的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故事就是有五個小孩買朱古力抽中獎 獎品就是可以去參觀Willy Wonka那間朱古力廠 在畫面可以看到很高的燈籠 就是小說裡面的朱古力廠 大家可以看到朱古力廠的外圍 那些館 就是一間廠用來輸送朱古力 或者糖果的輸送館 可以看到它真的值得很細緻 和很有心機 那五個小孩參觀朱古力廠的時候 還有一個比賽 贏了那個就可以繼承Willy Wonka那間朱古力廠 有四個小孩被人踢出局 其中一個是因為她太貪吃 不應該去朱古力河喝她的朱古力 但是她就喝了 所以結果被吸管吸走了 那第二個女孩 都是因為吃了不應該吃的香口膠 變成藍色人 又是被人推走了 然後第三個 就是因為去挑釁蟲鼠 所以蟲鼠連群結隊推了它進洞裡 最後第四個 就是因為用了一些尚未研發成功的實驗品 而被淘汰 最後得獎的小孩 是來自一個草根家庭的小孩 除了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之外 他還有很多來自其他小說的燈籠 包括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 Mati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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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itches George's Marvelous Medicine 等等 整個畫面在晚上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所以很適合帶小孩來玩的 最後要提提大家 這個The Festival of Light 的季節限定Event 會在1月8日結束 所以想去的話 記得要快點訂票 又來到我們一片一餐廳的環節 今集我們要講的餐廳 是位於英國最高的高樓大廈 The Shard 裡面的湖堂 要留意 我們要講一下這間餐廳 不是介紹 讓我講一下怎樣這樣說 講到一些好東西 這間餐廳位於The Shard 的33樓 風景真是一樓 特別要讚的是廁所 你看一個尿兜 站在那裡餓餓 真的好像在餓在倫敦 如果你上班給老闆拆完一鍋 在那裡餓餓 真的好像對著整個倫敦發洩 而食方面 我們要介紹一下它的片皮鴨儀食 我們覺得這個生菜包鴨鬆真的很好吃 是絕對比余寶軒的片皮鴨儀食 預保軒這間餐廳 我們在五大抄牌服位的影片介紹過 未看就快點去看 還有就是如果你有AMOS The Platinum Card的話 它那150磅 Local Dining Credit 是可以在胡同這裡用的 如果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記得看我分析18張信用卡的影片 好了 講完好東西 講壞東西了 首先食物方面 除了片皮鴨儀食之外 真的沒什麼好吃 最差就是那個廚師推介的香醋骨 肉質比Essential Ratio 但這碟也賣成30磅 基本上這間餐廳是嚴重地超過價 還有就是這間餐廳的裝潢 雖然看上去挺漂亮的 但當你走過去看清楚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Build Quality是圖寶貨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敲敲桌子聽聽聲音你就明白了 那餐飯我們總共吃了161磅 那整體來說 我們會介紹大家光顧這間餐廳一次 就不是去吃它的食物 是純粹入一下The Shard 這棟這麼漂亮的古樓大廈 看看風景 和對著倫敦阿督鳥爹 爽不爽爽 好了 這條影片講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還有按下小鈴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